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朴灿烈 边博弦的发色的时候就有眼尖的艾力发现 吴世勋和边博弦的发色和POWER漫画里面本人的发色一致 只有朴灿烈之前曝光的是金发和漫画中的银发不符合 在EXO去往德国的时候 在人穿国际机场送机的艾力透露 朴灿烈又换了新发色 从刚换上不久的金发又变成了银发 在9月16日的音乐银行德国特辑上 印证了艾力们没有看错 在这一次的音乐银行上EXO成员们的发色正是完全曝光了 张艺兴的发色在9月11日从韩国回到中国的时候就曝光了 艺兴的发色是一头青苹果发色 但是在9月15日 张艺兴代言的某品牌的深圳活动现场 大家发现张艺兴的青苹果发色有点褪色了 变成了金色 在这一次的音乐银行德国特辑大家会以为EXO成员们又继续荡荡被备了吗 果然你们没有猜错 这一次继续荡荡被备了 但是这一次EXO是西装上阵 再也不是我们艾力 已经看了无数遍的花衬衣的 在现场还上演了EXO全员西装不告诉朴灿力系列 当天只有朴灿力穿了一件白色的休闲外套 EXO成员们在这一次的活动上 就算是全员的发色全部曝光 更加神奇的是EXO成员们的发色 居然和去年初的POWER漫画中成员们的发色一模一样 瓢灿烈的银发在这一次的德国之行的机场中被提前指导 不是虚纳红色发型 在之前的SM明星电竞脸赛上就已经曝光 金钟人的新发色浅力色 波波虎边波衔的浅灰色发型都锦绣的头发 终于在回归之前尝了出来 鹅房珠锦绣的发色还是易如既往的朴实 就是原始的黑色发色 这一次的回归发色小编总结了一下就是朴灿烈 吴世勋 边博弦 张艺兴的发色是属于比较鲜艳的颜色 都锦绣是原始的黑色 金家四少爷队长金俊勉 大哥金灵熙 金钟人 金钟大的发色都是那种浅力色的发色 只是颜色的深浅有细微的变化 大家可能会问怎么漫画中 没有张艺兴的发色 因为张艺兴没有参加第四张专辑的回归 所以自然没有张艺兴的漫画版的发色 现在艾丽们是不是有一种细思极恐的感觉 SMTOWN公司原来在去年就已经在策划 2018年的回归的事情了 那么艾丽就有话对司马公司说了 既然你们都已经策划了这么久 为什么到现在我都还不放小天出来 只能说SM公司的这股子心机太深了 我们艾丽根本玩不过司马汤 反正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只求SM公司不要让大家失望 艾丽疯起来连自己都对 文章原创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 本送了这股心机太深了 我们收散组了